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藥 我們現在打一下復刻的地獄集 向宇宙發起掠奪 那這張賈艾斯的話 他有一個很罕見的神族無視黑洞 可是罕見歸罕見啦 實際上也不見得會用到 所以你可以拿一張起來放著就好 等將來哪天你想到 或者是需要的時候再去練他就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五條老師他也有一個無視黑洞的能力 但是你玩五條老師真的遇到黑洞 我們可能下意識也是去避開啦 不會就真的乖乖停在那邊 所以罕見歸罕見 那能不能用就是看你自己的使用方式了 好 那這邊的話就帶大家用剛結束合作的 一趴大獎咒術的五條巫老師來通關 那中間沒有任何一個隊員是必要的 我這邊只是帶免費卡 那剛好這些免費卡 可以提供一些直傷啊 20級盾那邊可以加減Toker一兩下 好 那講到關鍵了 關卡裡面有20級盾啦 所以如果你有可以處理20級盾的卡 例如說星平啊 暗超獸或者是小魔女這些都可以把它帶上沒關係 基本上只要五條跟虎杖在就好 好 就可以固版連發 那剩下的隊員都不是必要 好 那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如果你有疑惑沒看清楚 可以暗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有三隻小怪 那我們就是分三回合去把它帶走 然後我們都轉個至少5C 讓五條老師可以觸發一個-CD 好 這邊的話我先手消泉水就好 火跟木的就先不理他 對 因為第一關這邊三回合 都有轉到5C帶走 那第二關之後你就可以固版連發了 好 接著第二回合我們來帶 手消泉火的這一隻好了 好 總之你只要不要讓他 任意兩隻一起打過來 基本上都不會出事喔 其實要兩隻一起打過來也 不太容易啦 講真的 好 接著我們就來手消全部的木珠 好 那如果都有轉到5C的話 第一關這三回合 等一下就會讓咒術師的招式全部跳起來了 好 除了浮黑 因為浮黑他是CD7 好 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開虎杖 好 那這邊我們要來隔開火 那他中間有一個數字是什麼意思 這一個是要你轉25到30步之間停下來 他才有辦法去做攻擊 好 那這邊我們第一個動作先把火隔開 好 來 再來的話我們就去動這個步數 你看到畫面中間的數字 欸 變成白色的時候你就可以放手了喔 好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 第三關的話我們就開5條老師 好 那這邊數字22怎麼轉 我們就是這顆光珠起手 往右往下 往右往下 這樣就是數字22了喔 好 這個動作我們做兩次 因為對面有一個50%盾 好 這邊我們再開一次5條老師 好 那就是一樣的走法再走一次喔 好 來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二血這邊就是20級盾的部分 你如果不安心的話 你可以先把5條老師 你可以先把領域展開打開沒有關係 好 那這邊的話有直傷的角色我們可以稍微開一下 你看像這樣他就可以剪一下 然後機械丸也可以再剪一下 好 浮黑的話你點滿像 應該是滿像啦 他也有一個直傷喔 這邊就再一下 好 你虎杖開下去的話也會有一個追打水 那這邊也可以稍微再利用一下下 好 只是說那個啦 我的領域展開效果被我擠掉了 所以 等一下C數要稍微注意 他就是每回合增加2C 不過這個其實也不用擔心啦 因為照理來說不太會造成影響 好 然後還有一個方法就是你開5條老師 然後你去抓5條老師角色豬 讓他去多追打幾下 好 等一下另一回合我們再開一次5條老師 他就可以把疲憊狀態解掉 好 因為抓角色豬的下一回合他會見到疲憊啦 好 我們去把角色豬消掉 好 你就轉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咒力就好 因為基本上他增加2C雖然有點恐怖啦 但是其實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好 來 這邊的話我們再開個5條老師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就好了 好 這樣 OK 好 來 這邊就直接槌過去 來 接著來到第4關 好 第4關這邊的話呢 可以開5條老師 如果沒得開的話 我們就先領域展開讓他減一下CD 來 這邊我們直接開5條老師 好 然後直接送給他就可以了 剛剛好像領域展開的效果沒有被擠掉啦 所以他打過來還是1 好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 來 接著來到第5關 好 第5關這邊的話跟第2關其實一樣 這邊我們開虎杖 好 然後這邊變成隔開水珠 那一樣 你等畫面中間的數字變成白色的時候 就可以放開了 好 來 這邊帶走 來 接著來到王1 好 那王1這邊我們開5條老師 好 這邊直接送給他就可以了 5條老師的隊長技可以讓咒術師無視弓錢 那對面的弓錢盾我們就可以直接無視過去 好 來 接著2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開5條老師 順便解掉疲憊喔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留1顆加護珠下來 但是 不要幫我留暗珠 因為5條老師你轉完 他還會天降暗珠下來 所以我們留別的珠子 好 那只要有留下一顆加護 這邊就可以順利通關了 OK 以上這邊是5條老師過這個復刻地獄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